陆飞舞蹈全新能力公布 海贼王奥德赛克拉松归来 哈喽大家好,我是白金 海贼王一千零七日化情报突然更新 本次最新挖的消息 由JumpFest2023海贼王舞台突然公布 给出了陆飞和陆奇战斗的一页 在这一页中 陆飞用出全新技能像中橡胶白色火箭 其中最需要注意的细节是 他把自己的头发薅下来 随手捏成防风镜 是和他软化管道原理一样 涉及到舞蹈能将物质橡胶化的能力 且展示了陆飞高精度的塑形技巧 然后就像凯多经历过的一样 陆奇战身体被部分橡胶化 遭受穿堂节重击 然后本次活动 还公布了明年即将上线游戏 海贼王奥德赛最新预告 从今年三月份的预告开始 我们已经得知这有些背景 是草帽团遇到一场巨大风暴 然后被迫分离 玩家可以扮演不同草帽团成员踏上旅途 而本次预告中展示 草帽团主要会重新经历之前已经公布的 阿拉巴斯坦 司法岛 顶洋战争等场景外 还会来到两年后有德雷斯罗萨 重立半岛明哥战斗 届时原本死却克拉松居然出现了 这不仅让人想起曾经无限世界红的设定 红伯爵可以借用全转果实 画力形态能力者帕多能力 幻化出众多强者 而这次奥德赛设定 似乎是通过记忆回溯 让现在的草帽团再重立过去 也许能通过一系列操作 达成救人成功的AF线 这剧情的发展 应该和韦条老师原创的白毛妹子有关吧 更多内容 敬期待后续更新 我是白金 咱们下期再见